這兩天的新聞說 雙胞胎姐妹嘛 上JuMan的節目引發了風波 大家對不起 練習道歉來 大家對不起我沒有進來太多 對不起 幹嘛這樣 這是什麼教官逼人家道歉啊 希望你們兩位可以吼 阿 現場是怎樣 沒辦法繼續拍嗎 因為他們說 妹妹哭得很嚴重 等了很久 沒有 那就是 就一開始我就沒有想要哭嘛 就是在忍住嘛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看到鏡子就很想哭 阿我就忍住 你們就這樣哭人家就會說 反骨的人就都是這樣 很難搞 愛惜自己的翅膀 你們自己上節目 你看條件比你們好的雙胞胎這麼多 你們的優勢在哪 人家憑什麼跟你合作 人家是在賣我的面子 這兩天的新聞說 雙胞胎姐妹嘛 上JuMan的節目引發了風波 然後你在那邊 然後大家都說 顧炫罵人XXX 這樣子 然後你跟大家講一下這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說在表演的時候 就是要好好的表現 所以要正式鏡頭 來 來跟大家道歉 我剛剛教過你了 來 練習道歉 大家對不起 練習道歉來 大家對不起我沒有進來太多 對不起 幹嘛這樣 這是什麼教官逼人家道歉 是嗎 對對對很棒 好有進步了 好 很好 希望你們兩位可以 上節目沒表現好 我個人覺得危機處理就是 道歉是很重要的 如果道歉可以解決事情 那就道歉了 那孫生我問你這兩位妹妹要在殘酷的 YouTube界活下去 你有什麼建議嗎 因為我 我其實一個 什麼都不會的人 就是我 只會表演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做好表演 因為觀眾感受得到 就是說你今天有沒有熱誠 到底在鏡頭前沒有熱誠 官司我一定感受得到 你根本不太太 你覺得你會做好嗎 我會想放下 你會再給我 我不會再給我 我會想放下 你會想放下 你會想放下 我會想放下 你會想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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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